球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凯旋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解答几个球友们提出来的技术性问题 我想是这样,这位球友应该是,我猜他是个右手选手 因为右手对右手的这个,遇到的这个概率非常高 所以他说的这种现象,算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两个右手,对方呢,是横板侧身 发这种长侧下,到他的底线长 这是我们从乒乓术语上是这么解释的 一般情况啊,这个球几乎是没有办法再搓了 因为他底线长 这里有几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需要引起注意的 第一,站位 是吧,就是说你不能太贴台 不能太贴台 适当的呢,往后比你平常的站位 你发现对方爱发这个球的时候 你比平常的站位稍微退后十几公分的样子 是吧,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上手的手段 因为你是直板两面反交 不外乎就是用反手的快带一板 或者正手侧身的快拉一板 或者快打,都可以 但是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你要如果用反手的横打接这个球的话 引拍的幅度 第一不能没有,但是第二不能太大 因为这个球如果他能发到接近底线的话 一定有相当的速度 引拍幅度太大 你就来不及了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不要,尤其用反手上手的时候 你不要指望一板把人家揭发球冲死 因为他的球长 你可以借上力 也可以借上旋转 所以动作幅度小一点 借力要赢上去 这个球机修点一定要早不能晚 另外呢 带的感觉多一点 为什么我用一个带这个词呢 就是要借他的力 加上一点向上的摩擦 因为对方是侧下旋的 这个球我推荐 你这个球一定要带到对方的 至少要带到对方的中线附近 千万别拉斜线 因为放完这个球里面 你拉斜线拉不好 拉不好 第一容易从对方的反手 出界 另外一个 你拉起这板球 如果质量不高的话 对方太容易变你的正手 这是你用反手接 是吧 就是多借力 正手接的话 就考验你的侧身步法 第一个 速度 就是你侧身 步法能不能达到那么快 因为对方长球 第二 千万不能左脚前插太多 因为我们现在教小孩子打球 都是两步 两步侧身 就是右脚 左脚 这个左脚再迈的时候 你不能前插太多 一下子以后 你还没打呢 已经身后击球了 所以说呢 甚至就是说你第一步的时候 稍微往后一点 横向的 左脚的横向走一点 这样的话 你把前后的距离 让出来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一定要顶着球啊 什么意思呢 早 上升后期 才能不能做到 才高级呢 最晚也就是上升点 其实相对来说 对这个球 最高点都有点晚了 也是这个原则 自己不发力 多借他的力 然后加一点摩擦 这半球 如果你来得及的话 你可以发点力 如果来不及的话 这个落点打起来 也一定是 要打到对方 比较别扭的地方 如果你是用正手的话 最好打到他 中路偏正手的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他再回球 角度不大 速度不快 好吧 你自己试一试 如果您在打球时 也遇到了一些困惑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国球会 并在此公众号内 回复找教练三个字 和您所遇到的问题 就可以跟我们的教练 一起互动了 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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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